都控制得非常到位 然而 接下来要弃掉山水壁画的状况 却让专家们忧心忡忡 寒丘墓的山水壁画 是迄今为止 人们发现的唯一一幅 唐代山水壁画 虽然墓室壁画的绘制 没有直本山水那样精致 但仍能感受到唐人 驻足于山水间的气韵 由于山水壁画和幼图 呈直角连接在一起 如何顺利地把他们分开 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 工人们在山水壁画的东侧 用木方支撑起来 防止它在吊装时摆动 撞下了越壁画 刚刚已经商量好 人是红住不了的 他是拿机器拿吊舌往外移动 他想往外移动 先平衡移动先往这边平衡移动 再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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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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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不干了 不干了 好 一下子 由于黄与大鹏的遮挡,吊车司机无法观察到木坑下面的情况,壁画的底座碰到了旁边的土坡。 吊车组人员手机眼筷,及时地扶住了壁画。 山水壁画,平稳上升。 而木坑中只留下了那幅最大的乐舞壁画,等待着接下来的加固施工。 此次壁画的成功吊桩消除了死前人们的种种疑虑。 同时也检验了这次壁画加固工作是安全可靠的。 许子彭斯终噢ìóìóìóì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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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用麻布活上石膏 对壁画分离的部分进行了紧急处理 而此时大家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打个板砖 等到第二次在掉那个北侧的时候呢 当时有点担心 就怕对那个东风的壁画有点影响 还是应该说还是按我们最开始的方式 往西推了一部分 再不让去掉 还是非常顺利的 这个应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完美 非常顺利的这样一个白天火 卡车缓缓地开动了 韩羽羽目壁画离开了考古工地 韩羽目壁画 搬迁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后 当务之急就是要给壁画盖一间恒温恒湿的严实修复室 以保证脆弱的壁画能够渡过严寒的冬天 至于壁画的展览与陈列 博物馆有很多设想 而最理想的就是按照牧师的原样进行复原 中午时分 韩羽目搬迁的壁画 终于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然而正当吊车组准备把壁画调到指定的地点时 他们突然发现保护壁画的钢架与卡车汗的太牢固 一时间很难分开 再远一点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你不用拐 人家是办法对着的 4个掉到3个摇打的它肯定掉 使用传统方法进去壁画 费用要大大降低 然而为了保证这幅珍贵壁画的完整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不惜花费财力和人力 对壁画进行整体搬迁 由于加固工作做得很充分 壁画在馆里的吊桩也非常顺利 山水壁画已经搬走 这给岳舞壁画的施工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这个是水牛火山的 这个凝固的多少时间 凝固大概1200多几 大概12个小时 牧师西壁的砖墙已被工作人员拆除 他们不仅要把这些唐盖的墙砖 按顺序进行编号 还要在牧师回填之前 把所有的文物运回博物馆 越图的底部已全部换成钢梁 再给壁画和一个保护的钢架 就可以掉装了 在这种湿度饱和 温度骤然下降的天气 专家们很担心 木坑中的月壁画 西安的雨仍然没有停的意思 已经进入到11月下旬了 西安竟然连着下了三天的小雨 工地全面停工 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始料未及 突然的降雪 使壁画的搬迁工作 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由于牧师已经被拆除 户外的恶劣天气 会使壁画表面的强度变弱 壁画搬迁迫在眉睫 2015年11月25日 天气晴朗 杨文宗和吊车总人员 都来到了考古工地 商讨吊装饰 连续降雨 让木坑的边坡变得十分脆弱 使得吊车停放的位置 难以确定 你自己办公室 这样一个办公室 没得 基本人家建克大使 建军不同意嘛 哦 我意思是说 如果这儿呢 你回家 回家 不是回家 我也是空物别画上的 啊 我三个 四个目的 那里边捧他起来 我全部是木道 你看我 你三个 四个 他不是虚子 我那边是空物别 我结合他 有几个步 前几个 人家吃活着就咱去吃 你不想担个时间 我不是这个瓜哥 我请到两个人 我就是在几块 那我都说 我都吃得不一块 哎 我让我们说不要来 一千里面前 那吊子让我们说不要来 就带一句话 嘿嘿 哎 咱咱咱嘛 人家来也 不能吃 人家不让人家吃 你没钱 我想 我那天再来 你这个回家 那要喊叫是不是 哎 哎 那天把我们提到 这样就 是不是他都不保满些东西 你不拿来 就说 他你不牵着 你还整不动 那他去他人来 不是不是 那地方 那是他负责的 拿来以后 拿动着 看来以后 我去拆脚一下 好 那么大方吃的 这个地方都可以 不知道那问题了 他往拆 你要往边 还要不靠 还要往边 好 我靠这儿 这儿不要去 那是两个 两个 三个四个 加个 我去 我去 为了安全起见 杨文宗决定 请邓明科 一起来碰一下 吊车停放方案 邓老师 这会儿能说话吗 那个 我是把那个 就吊车司机 又叫到现场来了 现场来 我想把这个 就是 我想明天 不行 最晚 就是后天上午 就起运这一块 咱们把这个位置 再定一下 他基本就给你塞住就行了 嗯 但是 哥哥 你看 觉得一定要离开 但是 那个 那个 温情 啊 一番就看 具体还有温度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是这样 嗯 他实际上 这下面 这 已经 这个墙 都跟他 脱离开了 对 是这样 没 没啥问题 不看 因为啥 现在这个墙 已经不在口上了 已经落到这个凉上来了 然后整个这个 实际上现在已经都脱开了 是 你 你就说 你如果把这个包一下 对 包不包 周围都不搭 反正 反正 就是 你看 最后你还软了 因为他已经完全 这个墙 已经坐在这个 钢梁下了 已经落在钢梁下了 你这 钢梁 起来 稍微可能有点电话 就是知道他的问题 你把这 而且到上面那个你看 塞死了 汗死了 然后你只要 往往当当 把他关起来 你那个点 这个点 问题都不大 不要超过那个带子 哦 在带子这边 不能过去 因为过去 我还是担心那个人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他线搭过来 45度 范围以外 不会出来了 搭在这边 直到45度 范围以内 你到这个 什么都会就花 你也进很多了 你看 你再落一个点 那落一个点 比你在那里 已经进很多了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 你就是万一起不起来 咱停下来 重新来回都行 我们起不起来 咱就不起嘛 对不对 咱到不了 重新再调一个 这个人 咱都不要 对 咱都不要 最后 对 咱轻轻松都起起来 结果万一把哪个 给压住两个问题 对 对 你听不懂自己压住吗 所以现在就没有了 最多就是你这个车 跟这个顶死 对 就跟它顶死 就跟它顶死 你车后面就 压了它顶死 就是这个 就最多就是个这 对 反正都弄不起 对 你不可能把车 开到那边去 我说过这个是的 你绝对不允许 你开到那边去 你要知道 你的东西 你现在八根东西 就怕掉 你想一想 你生这么个东西 掉八根 这里下压力是多少 你很清楚的 我们是干一辈子工程的话 干到退休 干到最后 我们出一个事 才说你是成功的 你敢说出一回事的话 这些东西 将来人就不敢再找 而此时 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给韩修木搬迁回来的壁画 所盖的临时修复室 也即将进攻 2015年11月27日 是个晴朗的日子 韩修木的月舞壁画 准备吊装了 突然的降温 是考古工地的急水结冰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冰再一点点的融化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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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停电令人始料不及 他们马上从别的地方吊了一台发电机 大概是因为堵车的缘故 吊装壁画的车玩到了将近一个小时 刚一进门 吊车就陷在了泥坑里 壁画更新的工作人员赶紧取了重台把路电瓶 所以我就在这个那一天过来看 这个天气晒晒一天晒两天问题都不够了 哦行嘛 咱们几个车的 这个小学 等壁画全部搬走之后 考古工地会进行回忆节 农民还要耕种 所以虽然路面迷腻 却不能使用石子的空间 对于这辆大吊车来说 竹排的强度远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 吊车刚前行了十几米 又显在了泥坑里 在铲车到来之前 大吊车又做了最后一次 第一 大吊车又做了最后一次 从附近钓一辆产车过来,产平大户。 发电机也运到了考古工地, 然而,护卫的车却陷在泥里。 出乎意料的情况,令搬迁固的车却陷在泥里。 这些车却陷在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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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意料的情况,令搬迁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出乎意料的情况,令搬迁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这些车却陷在泥里。 还是这样子。还是这个位置,这个角,大掉。 起来以后,这个位置,把货车哥的那个位置,装上。 好嘞。 产车的到来,给考古工地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西安地区的土质细腻, 前一阵子又持续降, 土壤表层松软粘稠, 铲车操作灵活,迅速地铲除了这一层。 紧接着,铲车又把吊车从泥空中拉了出来,考古工地的工作才恢复了正常。 铲车操作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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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经周折,吊车终于停到了指定的地点,开始起吊。 几经周折,吊车终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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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岳武图运送回陕西历史博物馆时,为壁画修建的房屋即将封定。 岳武图被妥善地安放到了指定的地点。 几经周折,吊车终于停止用 Bristol턴壁画。 进行修复 高仕途位于寒修墓墓室的西壁 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 工作人员本着对壁画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 修复完成的壁画 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其原有状态 又很好地展现了壁画的美学价值 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的祥云图 是寒修墓揭曲的第一幅壁画 祥云图位于墓室门口靠近涌道的位置 2014年12月底 杨文宗使用传统的玻璃方式对其进行了揭曲 而最难修复的是涌道两边的壁画 由于涌道两边的壁画比较破碎 工作人员需要对照之前拍摄的照片 再根据壁画上人物线条的走向来确定碎块的位置 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 往往拼对一幅画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你全部最后成了平土 你第一遍都已经是平土 你没有空拔的东西你就上不进去了 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原方正带领着工作人员 林某韩修牧的乐舞壁画 在乐舞壁画中有多处重影 林某小组认为重影可能是壁画的绘制者修改的痕迹 因此尝试着去掉了一些重影的图像 那肯定是它后画的比较主权 它只要钉钉钉 那显画的咋办 我们现在海岸的话就把它显画的 花样当时没去掉的东西 那咱要把它取得到 它躲一个 是吧 既然咱们要把它翻弯的话 就尽量把它那个 昧的东西 画样了 人家画样都想去掉的东西 那咱自然就把它取得 让它画面更昧 更能翻弯这个 当时画样的这种 操作的这种理念 处理过的画面 男与乐队的人数相同 看上去十分协调 牧师中的壁画 因为病害和破损 艺术价值受到了损害 林某小组把缺失残损部位 依照着原有的风格补画上去 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壁画的艺术价值 地试着原有的风格补画上去 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致力于汉唐音乐的研究 专家们对韩修牧出土的乐舞壁画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西安音乐学院的专家并不同意一模小组去掉男乐队中那个挥动手臂的人 他们认为这个人物应该是一位歌者 是唐代乐队里一种基本的配置形式 另外专家们还想对韩修牧与有壁画进行一次学术复原 然而这个想法已经提出马上引起了业内人士的质疑 因为壁画里的乐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使用现代乐器来演奏是否能够如实地还原唐代的音乐呢 不过专家们还是想做一次尝试 即使有不足也算是一次对唐代乐舞研究的探索 西安古乐中的很多曲谱被认为是唐代遗存 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的成天剑选择了一段婆罗门影 进行重新编曲 配合舞蹈戏 根据壁画中舞者姿态所编的舞蹈 完成了这次韩修牧的学术复原 ave《战感性起 blend》 车工 车工 爱我艾恼 你车工 无了攻 车工 撩录 车上一丝百侮 韩羞木壁画中所展示的场景 更像是一种流行于上层社会的乐舞情势 乐队所持的乐器属于私主乐 身着贵族服装的男女翩翩齐舞 西安音乐学院 这次对乐舞壁画的复原 只是专家们对韩羞木的初步研究 在韩羞木壁画中 还有很多尚未解开的谜团 等待着人们去揭祥 由于山树壁画和玉武图呈指甲连接在一起 如何顺利地把他们分开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 工人们在山树壁画的东侧用木方支撑起来 防止它在吊装时摆动撞下了玉武壁画 而木坑中只留下了那幅最大的乐舞壁画 等待着接下来的加固施工 此次壁画的成功吊装消除了死前人们的种种疑虑 同时也检验了这次壁画加固工作是安全可靠的 由于黄与大盆的热打 吊车司机无法观察到木坑下面的情况 壁画的底座碰到了旁边的土坡 吊车组人员手急眼快 及时地扶住了壁画 山树壁画平稳上升 往南再来一点 禄 misinformation ỉ酯 月球 农营 百年 诸布 月球 中海 林尼 這次叶手 南北 进去 林尼 林尼 我来对手那边 人手控制的非常大位 羊儿,接下来要弃掉山水壁画的状况,却让专家们忧心忡忡 寒丘墓的山水壁画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唯一一幅唐代山水壁画 虽然墓室壁画的绘制没有直本山水那样精致 但仍能感受到唐人著足于山水间的气韵